一百四十五集 妖神血海二 在他的头顶 有两只层螺旋形状弯曲的长脚 一丝丝蓝色电光 在这两脚之间闪烁 看起来 此人气势庞然 宛若那来自久悠地狱的妖魔一般 他拖着身子 走出裂缝后 右手在旁一念 顿时啊 那裂缝立刻缩小 最终化作一个光点 猛烈地闪烁几下后 消失无影 此妖魔抬起头 遥望虚空之中的某处 喃喃自语道 主人吩咐过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第四关 此地所有人都要死 说完之后啊 他身子刚要向前飞去 忽然 他鼻子一锁 望着东南角方向 又自语道 奇怪 为何我会感觉那里 有股让人极其厌恶的气息 恨不能立刻过去 把散发这气息之人生生撕裂呢 此时啊 在他的身边 漠然间出现一条游魂 这游魂看了此妖魔一眼 便直接无视 从他身边游动而过 此妖魔看都不看游魂一眼 只是紧紧地盯着东南角 身子立刻一闪消失 向着那让他憎恨的气息处 飞快冲去 顺着此妖魔所前行之方向 在此寄灭界的另一端呢 内里正是亡灵神石所在之处 他此时望着谷地被困之位 谷地头顶包塔 散发的光芒 覆盖的范围 在一波又一波的游魂冲击中 越来越窄 从开始方圆近三十丈 锐减到现在的十五丈 亡灵化身成吞魂之后 已经没有任何凡人该有的情绪 有的只是无尽的冷静与无情 他正要吩咐游魂再次展开冲击 漠然间呢猛地一扫远出西北方向 通过被其操控的游魂 他感受到一股剧烈的神石波动 从那里迅速传来 紧接着 受其操控的游魂 以一种游魂之间特殊的方法 把所看到的一幕 传递到亡灵的神石中 这 这是梦驼子 亡灵大吃一惊 尽管对方已经改变 不少 但他还是一眼就看出 死妖魔之人就是梦驼子 亡灵收回神石 阻止了游魂进攻 而是向着古地传出一道神念 交出此地传承之物 古地一争啊 即便是千年前来这里时 他也不曾听说 这些奇异的生物会以神念传音 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立刻以神石传念 前辈说的可是进入此古神之地的传承物品 若真是此物 您实在是找错人了 他在一个叫做六语魔君的身上 王灵沉吟少许 远处那剧烈的神石波动越来越近 通过一路上的游魂呢 王灵清楚地把握了对方的位置 在与古地交谈之际 他也操控游魂 从中阻拦与攻击 可对方身体极为诡异 任凭游魂如何扑向 都无法对其产生半点伤害 这让王灵心底再次一惊 至于古地所说 那传承之物不在他身上 而是在六语魔君那里 有关这一点 王灵并不相信 而且即便对方所说是真的 以古地等人的心性 不可能会毫无顾忌地 进入这古神之地 否则进入这里后 岂不是要完全被六语魔君 牵着鼻子一板 毕竟对方掌握了 进入与离开此地的关键之物 有关传承之物的事情 王灵当初最早 是听端木吉等人所说 当时他们语意不详 事后王灵心底分析 最终这才得出这个结论 古地赶在第二关 与六语魔君翻脸 其内定然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王灵神识波闻一散 顿时四周的游魂 又一次展开了攻击 古地一咬牙 神识传音道 老夫虽然没有完整的传承之物 但当初进来此地时 曾分到一个传承之物碎片 这碎片内记录了一套法诀 打出后具有传送功能 只是必须在美关出口的漩涡处使用 才可被传送出这古神之地 否则的话 老夫现在也不用被困在这里 至于那碎片 老夫记下了手绝后 便已经捏碎了 古地此话不讲 千年前呢 他进入此地时 身为当初强者一员 自然清晰地看到了传承之物 更是得到了那套手绝 这也是他当年可以逃离此地 并且这次仍然敢再来这里的原因 当年得到这套手绝的修饰不多 之所以没有别人逃出 正是因为这手绝的限制 必须要在美关的漩涡处才可施展 如此一来 前两关闯过之人呢 根本就没有打算半途而废 错过了第二关出口的漩涡 进入这第三关之后啊 此地太过庞大 寻找进入出口 无疑是大海捞针 再加上 担心把那些奇异神石体生物吸引过来 所以神石不敢散出太远 如此一来 寻找出口 无疑是难上加难 这手绝啊 必须要在出口才能使用 若是入口漩涡 那么没有任何作用 之前在第二关出口时啊 由于时间紧迫 谷帝来不及在漩涡内打出这手绝离开 这才无奈进入了第三关 你只要把我带到第三关出口 我就以这套手绝交换 谷帝目光平静 但内心却暗自揣摩 他不知道对方要这传承之物到底做什么用 但此时啊 若是不给对方一个答复 四周的游魂定然会再次攻击 到时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汪林没有再次说话 而是神石一动 顿时四周的游魂再次疯狂地展开了进攻 汪林心底默默计算时间 他通过游魂之间的感应 感觉到孟陀子距离已经不远 大约两柱相后便可来到此地 游魂的攻击啊 在汪林的催促下更加距离 同时汪林为了加快时间 更是神石散开 把更远方位内的游魂也全部召唤而来 加入到进攻之中 谷帝面色苍白 他心底猜测 自己刚才的回答显然不是对方所要的答案 谷帝一咬牙 又扶下树立药丸 维持塔光不散 但游魂的攻击啊 几乎无始无终 就在谷帝有些绝望之时 他再次传出一道神念 我把那套口诀给你 让这些奇异生物停止攻击吧 说完了 他连忙拿出一块玉碱 放在额头少许后 捏在手中 心底忐忑地探着四周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炷香 王林神石一动 游魂立刻向后散开 谷帝松了一口气 由于少许一咬牙 把手中玉碱扔出塔光之外 这玉碱飞出后 立刻被王林的神石包裹住 他进入一扫 里面记录了一套详细的手绝 谷帝扔出手绝后 立刻紧张起来 他生怕对方收了玉碱后啊 仍然不放过他 王林沉默少许 四周游魂默然一动 再次轰然扑上 展开了进攻 谷帝惨然一笑 脸露怨毒之色 疯狂地依靠自身灵力 维持塔光不散 只不过呀 游魂实在太多了 很快塔光晃动起来 最终砰的一下 那宝塔承受不住游魂的攻击 从中裂出一道裂缝 一碎为二 在这一瞬间呢 谷帝身子突然移动 在原地消失 可惜啊 在十丈之外 谷帝惨哼一声 现出了身形 无数的游魂扑到他的身上 以极快的速度吞噬 这时啊 一个游魂从谷帝身子内钻出 拿着一个锄带 飞到王林身边 王林卷起后迅速离开 这一次 他没有去找其他修士 而是向着自己隐藏肉身之处 急速而去 虚空中 谷帝全身正迅速地萎缩 其双眼睁大 面如死灰 在其体内 他的原因不断地吐出阴火 阻止那些游魂吞噬 可是 只能阻止一时 无法让游魂退去 即便他的本命法宝没有损坏 又或者其修为 依然还是化身中期 他也没有办法 抵挡这么多的游魂吞噬 王林离开不久 那酷似梦驼子的妖魔 其整个身子几乎化作一道流星 很快便来到了这里 他一眼就看到了谷帝 眉头微微皱起 那让他厌恶的气息啊 并不在这里 他正要追寻 漏人间身子一停 盯着谷帝 双目闪动 他大手一抓 谷帝刚哭的肉身呢 立刻被他抓在手中 一抖之下 其内吞噬猿鹰的游魂 立刻被一股距离 从谷帝体内甩了出来 但全部游魂都甩出后 他右手在虚空一丝 一道空间裂缝 立刻出现 此妖魔嘴角 露出一丝冷笑 把谷帝扔了进去 在空间裂缝出现的瞬间呢 可以清楚地看到 里面是一片血红色的世界 内里的地面 全部被血色浓浆覆盖 天空也是暗红色 如同一块被流淌出的血液 青湿的蓝布一般 在地面的血浆中啊 密密麻麻盘膝 坐着无数修饰 他们的外形啊 与酷似孟陀子的妖魔 极其相像 均都是头顶生脚 脚的数量 从一个到四个步的 在这血色之地四周啊 树立了一座座石锥 每一个上面 都盘膝坐着一个修饰 放眼望去 此地石锥极多 大小不得 最显然的 是远处一个 几乎通天的巨大石锥 骑上端坐一个红发修饰 他低着头 看不清相貌 但那种狂傲 辟腻的气势 却缓缓地散发出来 谷地被扔进那里后啊 他体内的原因 毕竟还没有完全被油魂吞噬 此时立刻 重新接收了肉身 睁开双眼的同时 他面色立刻瞬间大变 赤火魔君 南狂无败 天魔散人 你们 你们没死啊 古地大惊失色 他目光所及之处啊 这群密密麻麻的妖魔中 他立刻认出其中数人 这些人呢 正是千年前 与他一起进入这古神之地 但却死在这里的人 比如那赤火魔君 就是死在了第二关的 禁制之山上 古地亲眼看到 他被紫色雷电轰击 全身化为飞灰 就连猿鹰啊 也没有逃出身体 还有那南狂无败 他是死在了第三关 被成千上万的游魂 一拥而上 只用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呢 便立刻死亡殆尽 至于那天魔散人 也就是六语魔君的师父 古地当年一直紧跟在他身后 亲眼看到 他在用传承之物打开通道 准备离开之时 漠然间呢 被一股极其古怪的神识攻击 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顿时死亡 此时这些本已经死亡之人呢 却突然出现在这里 不由地让他心底一寒 莫然间他一回头 从那正要合并上的空间裂缝内 一眼就看到了那酷似孟陀子的妖魔 孟陀子 古地双眼瞳孔一收啊 这时空间裂缝收拢 古地心底警惕 放眼望去 此地修饰众多 但很显然呢 这里的所有人 均都是无数年来 在这古神之地生亡之人 欢迎来到妖神血海 一个沙哑的声音 从这血色之地 缓缓传来 编绵 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